也是出火先起 中差一面齐到你 蓝的前逊之蓝风景 一个没有听我聊的耐心 大家好 我是机的手 薇薇 大家是贝斯手王睁 大家主唱成成 这是鼓手 吴志军 这是鼓手 吴志军 最早的气息是王老师想到南方来度度假 这点不是舒服吗 天气暖红 人家是孔雀东南飞 我们是猫九西南飞 因为有一个朋友在海南 然后他觉得要带来给 给当地更多的blues这种音乐的这个分别 他跟我说能不能来 我说可以啊 我们合计合计 然后从这个起头 然后顺便我们就觉得 正好是一年的年终 我们希望通过这个 从上一年19年的年底到20年的新年 我们正好做一个这样的 南方的蓝钓之路 也是挺好的一件事情 大家听听吧 第三次非常喜欢 因为这头有好多我们的老朋友 然后也都很喜欢玩音乐的 从事音乐行业相关的领域的 都是非常好的人 然后我们也是通过他们才来到南 大家挺热情的 感觉大家对音乐的喜好超乎我的想象力 谢谢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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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stle for a good time roll Let the good time roll Let the good time roll Let the good time roll I don't care if you all at all Get together with a good time roll 这棋子是我们最主要 最重要的任务 2020年的6月6号 我们找了一个良辰吉日 66大数 12首我们要做一个评论法 12小节目 我们是一直不入手就觉得 我们专辑基本上前期的录音完成了 但是后期还需要一段时间 我们就是延后推迟发行我们的这个专辑 然后就是还会做一轮新的训演 国内做一个 可能我们会在比如说靠年 2020年的后半段 也许我们会有一些去国外训演这个安排 但是现在还没有完成成型的训练 这个我觉得是我们 就还是基于这个blues的这个基础 但是就是 跟上张不一样的 这个是完全是我们原创的 整个12首歌全是我们原创的 不管是词曲还是编曲 然后 全都是用中文的 除了一首歌吧 除了一首演奏曲和一首歌之外 其他另外十首歌都是中文的blues 这个非常难 我觉得这个对所有就是 操制其他国家语言的人 除了英语之外都是有一点问题 比如你说法语 我也听过很多法语 其他首blues的 但是它的这个味就又怪怪的 拉丁语的日语的 它总是有一点怪的 就是我觉得这个没关系 就是大家面临的问题都是一样的 但是我们确实是喜欢现在音乐 然后它确实现在音乐的跟 然后我们就要去做这种音乐 用我们自己的语言表达我们身边的事 这个不冲突 不冲突但是难度很大 就是这样 我们是要借用这种 或者说引用这种形式 因为我们认可嘛 我们觉得好 然后把它这种形式拿来以后 再把咱们用自己的语言 要不然的话全中国人不可能都听英文 毕竟得听中文 就像比如说之前航天发的专辑 张领发的专辑 包括还有一些泥炸 浪浪神石都有 就还是得用自己的语言去说话的 不能说那个别人的话 长时间他说别人的话也不可能 从我们现在自己揣摩的一点点的 那个情况来说 就是我觉得尽量不把中文的这个 音节的音变掉 就是如果顺着中国的这个音节的音 然后来唱这个词 相对来说会感觉好一点 但是有的时候它又不是在这个 Bruce的音节里的音 所以要做一些有机的变化和结果 这就是中文确实太难写了 其实就是约队从那个一开始我们排这些 就是翻唱的作品到后来原创 其实也是一个磨合的过程 因为我记着我们有的作品就是 一碰撞就成了 就比如说陈寅出一个动机 我们可能下午一下午 然后因为我们那个鼓手那能直接排练成路 所以它能有大量的证据 然后一听感觉就差不多 基本的作品就定了 那有的作品 其实对就是比较时间长 怎么听就觉得怪怪的 其实也是就是一个摸索的这个过程 而且我觉得中文 其实中国人不就应该说中文吗 然后这样你像你说的 它比较复杂比较细腻 那其实它也是一个优势 那其实运用好了会能传递出更细腻的感性 而且作品就是我一说你能盖到那个点 你要是说其他国家语言 就可能会有一些隔阂吧 当然表达自己是很重要的 当然我们本身的生活 我们的那个经历是这样的 但我们的生活本身跟这个独的 就是息息相关的 也就是我们平常的生活状况 就是我们平常就这样排练录音 然后在一起吃饭喝酒 我刚戒酒 写的歌肯定是跟我们的生活有关联 或者是哪怕是我们看到一些什么现象 想表达一些我们生活中的自己的 对生活的理解 或者对这个世界的看法 那比如就是黑蓝作坊 就是我们的写照嘛 我们排练的地方 这个作坊这个词就是小作坊 或者比较简陋的一个工作室 那是在半地下 所以比较黑 然后blue词是蓝色的 那么就很自然 就是了解我们的一种心愿 在这里做音乐的一种态度和状态 其中有一首歌可以透露一下 就是是我小时候的一个朋友 然后他的经历 我把它写成一首歌 然后我觉得 这首歌我们会用slow 就很适合这种情感抒发的一种形式 因为大家都知道blues 就是刚开始的这种愿景嘛 它就是比较忧郁的或者 那正好就是结合这个 亲身的经历跟blues 因为我们听很多国外的经典的作品里面 也都是他们写身边的事 而有的写的比我们接地气的多得多 这点我们应该更多的去学习 我觉得 因为我们 从我们这个中国人的人性上来说 好像有的时候 不能完全那种打开到那个程度 就是释放的那个程度 总是有一点不够的 我们正在做这种尝试 就是说这张专辑 我们因为都是中文原创的 所以好像相对来说 比上一张更能多投入一些 我们的真实情感 上一张是 上一张这个专辑 我们已经做好打算了 将来会继续做 做一个系列 因为这个黑兰作坊 这个系列的专辑 就是我们像这个历史上非常经典的 一些blues大师致敬 包括是我们一个学习总结过程 也是一个推广的最好途径 所以我们会重新编曲 然后推广这种音乐 这也是非常好的 希望能给这个音乐历史留下一点 出现想想 这里强力斑膜 精神闪耀光芒 我们和平冷静 偶尔骚动疯狂 我们尊重事实 最他妈讨厌说话 Being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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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大家以前有比较摇滚乐的 就是比较重乐的 会做些稍微极端点的 也不是那么极端啊 就是比较刺激的 更刺激一点 我个人如果说吉他手的话 我特别喜欢 Jimmy Hendrix 还有Garrymore 贝斯手是加口 加口 Pass Tourist 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电贝斯手 然后吉他手是Jimmy Hendrix 这些人都是Blues的根基很浓重 John Burnham 来自 Led Zeppelin 我当然很多喜欢的都是 相对是鼓手 像Steve Gar 然后什么 Bunny Rich Bunny Rich Bunny John Jones 就这些老的鼓手 但是其实进Blues 我是很偶然机会 听到其实最早听到 还是克莱布顿 对对对对 虽然我不是说非常的说 但是刚开始入门 还是听到他的那个 安法 大家吉他也是很偶然 同学拿了把吉他到班里了 后来我一布了 后来我就写了 就很偶然的一个 一个契机吧 我以前也弹过一段吉他 我原来在部队嘛 就部队里有电吉他 文工团 就弹过一段电吉他 但后来从部队复原以后 正好有一个乐队 他们就以为一吉他手 比我弹得好 只能我改辈子 就是这样 后来就一直弹 越来越觉得这乐是挺有意思 我是生下来就是 哭的声音特别大 我妈就说她应该唱歌 就是反正是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路线了 我就是吉他 我因为我会少一些和弦 就是就可以了 如果会钢琴的话就更好 但是不会 我是最早是学吉他弹唱 对对对 都弹吉他 咱们回头真是四个人来 对对 最早也是练过几天电吉的 然后后来是因为 到北京 好像气候有点不是很适应 手就老早年老掉皮 裂裂了就没法 那卧弦弹弹吉他 这首就弹不了 后来 但我在大学里 也接触过打鼓 就觉得打鼓 也比较能够释放这个机型 所以后来就选择了打鼓 我们也希望参加乐队的下篇 然后把Blues音乐推广出去 这就是我们最想做的事情 也许今年会使用 前一段也有一个叫明日之子 找过 但不太合适 我们年龄都大了 不是小孩 不是小鲜肉 我们过去跟他看着 他们是昨日之子 但是其实他只要是 这个节目本身的这个主题明确 或者说他的这个态度 比较端正的话 我们没有必要解决 因为他对这个整个音乐市场 整个产业都是有促进作动 而且我觉得中国人 就是不要把这个分类分得太清楚 因为每一类我们都不是那么透 我们都是应该更多的去 潜心的去创作和学习 这是比较重要的 他喜欢就喜欢不喜欢就喜欢 这也是需要碰撞的 有时候某些音乐是 你怎么听你都不见得觉得 所以没必要去强求这个观众 或者听众怎么去 我们就把自己 尽量把自己做好 其实就是因为没有市场 所以才要 需要我们去推广 其实我们都 在Bloose这个 已经很多年了 很早就去推广 但是实际上他一直处在一个 不温不火 甚至是 有点低迷 对 有点低迷的一个状态 相比其他音乐 而且他确实是一个比较好的 一个生产音乐的一个基础 对 所以最主要还是为了推广 这个音乐它是有没有市场 其实我觉得它是有市场的 从我们上一张专辑的销量来说 我觉得其实比很多摇滚乐队卖得多 因为我有亲身经历 他自己有摇滚乐队 对 其实我觉得这个音乐 它不是没有市场 而是就是需要我们去靠近观众 或者我们要主动去接近观众 这是我们所有巡演的这个目的之一 每一种音乐它都需要人先去听到 然后才有可能会喜欢 对 所以就是我们也没有别的事做 就是可能此生就是做这个 虽然说只是说比接触 比国内的这些爱好者 我们接触不会是早一些 那我们也是在 我觉得应该是 一直是一个学习进步的一个状态 这个东西对于我们本身来说 不是我们骨子里 或者原有原本应该有的东西 所以也是在不断地在摸索 在推翻自己 在学习 在进步 或者甚至倒退都有可能 但它音乐就这么一个过程 很自然 其实它应该是很自然的一种 但我们也是希望可以更多人会喜欢这种音乐 喜欢我们的专辑 因为我们的音乐都是这个 所以把这音乐传导出去 希望大家 就在正想到你之前 我在墙上刻画你的脸 冲厚的眼前 把你封到我视线 若这一切可以实现 我也付出一切 不如年落传 作词 从对那的别的官方 不 dij 虎子 你 我在牆上刻画你的眼 只希望一时间 让你回到我视线 若是一切可以实现 我也付出一切 希望大家就多听不露子 不露子是现在音乐的根基 所以多少学一点 可能会演奏 其他的风格也会有很大帮助 所以都希望大家喜欢Bloose 我也是 我觉得大家都多了解一些 然后多听 我也希望我们乐队 能去更多的地方 去给大家带来这种 关于Bloose的演出 大家可以接受更多了 我觉得大家不要 都是用手机在听音乐 尽量多去现场 我觉得是对整个行业 和所有人这个共同的一个 最好的一个处境 我觉得反正学这乐器 其实它应该是一个理性跟感性并存的 但中国人会相对来说 喜欢天马行空感性一些东西 这也是优点 但同时我希望更多人 这个在理性的思维上 技巧上的一些 一些练习上 对 最终肯定是要放 要更扎实 更扎实 把这个基础 但同时在音乐的感觉上 这个两个是并存的 同时发展 不应该忽略哪一方 节拍器我觉得是一个必须的 但是律动更重要 律动还是更重要 而且听旋律 听音乐 而不是光光只是听鼓是怎么打的 鼓是根据音乐的变化 整个和声的结构 或者是 没准是集合了某个fuel 某个riff 产生的律动是相互互动的 总结一下就是鼓手最好会弹场 这样可以让这个打得更好 所以大家都得弹局 听音乐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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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